WARNING 一年多前台北市黨部發生事情的時候 趙介佑是我開除的 他的父親是我請走離開黨部的 不只趙介佑本人 我們在事後還發了 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清點所有的黨員 其實我必須澄清 我也必須再強調 我們趙英光同志並沒有被開除 他並沒有被開除 我們在談的只是 趙姓黨員因為他的涉案 因為他對黨名譽的影響 他受到開除之後 他的家屬請辭離開黨部 就是這麼單純的一件事情 從頭到尾都一致 但是我也不覺得過了兩年後的事情 需要不斷不斷地 繼續地再重複 一直在講 這不是現在選舉的問題 這也不是我的問題 不斷地 對 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